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 寶貝啊 寶貝,好,你叫寶貝 然後用高八度的那種聲音 你叫什麼看 寶貝,過來 這好像在叫小孩叫 都不叫什麼 叫醜物 他在鏡頭前還是顧形象的 OK 那待會兒我們來聽聽看 黃世鈞到底跟他女兒 會玩什麼遊戲 對 我當然也受不了 來,請坐 好,謝謝 今天又來了四位 其實我們還有第五位 也要來控訴他的另外一位 對,第五位呢 他不是女的 那到底是誰呢 我們歡迎他出場 好 來,歡迎他 瓜哥,大家好 老婆,不要再把女兒關廁所 還關燈 如果下次你再關他的話 老公只疼女兒 人氣只好,自力就盡 你女兒叫什麼 我女兒叫Nana Nana,OK Nana的東西還真的滿奢華的 凡哥看得出來 他跟Nana之間的感情 他刻意要把他聯繫得很緊 沒錯 顏色都好像這樣 對 對不對 而且跟妳沒關係 對,而且跟妳沒關係 這也有女的啊 不管 可是就不管 就沒有我的吧 那個就是沒有Julie 很怪 好想看哦 對,一般好歹也是 要不然就一家子都是這樣 對 對不對 這樣子你也可以接受 沒有 我就沒有 這個凡哥 你這個心態真的太明顯了 好 好,來,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 來 其實就是 雙鞋嘛 就是鞋子而已嘛 買給小朋友的 可是你看 一般人會刻意買賣的 你要不然就買 人家說情侶裝嘛 對啊 他買了這是凡哥的 對 這是Nana的 對 沒有你的 沒有我的 你們應該是一家子去逛名牌店 我們是一家人去的 好 那兒子呢 兒子也有他的 也兒子選別的 可是他就一定要跟他女兒是穿一樣的 而且他還跟那個店員講說 舊的鞋子包起來 我們兩個就要穿這一雙 我們今天就要穿一起 你那時候親了心裡面 噁心想說 結完帳嘛 反正那是一條商店街 我今天也有賣別的東西 我不喜歡鞋子 我去買別的啊 我就買了一個戒指 好帥 還滿亮的 對 好閃喔 這個花多少錢 這還好啦 七萬多而已啦 真的嗎 這個配給我錢 老公送給三輩子情人的精品 廣告後馬上登場 老婆 不要再把女兒關廁所還關燈 如果下次你再關他的話 就請你連我一起關吧 老婆 你老婆 看起來這麼樣的溫柔賢淑 她會關你也關成這樣子啊 對 因為我女兒現在充滿了好動跟好奇 所以她會有一些動作 已經會危險到自己 所以她如果打要打不下去 所以她會很激烈的就是 所以我女兒現在只要她一牽著她 說走 關廁所的時候 我女兒在一邊走就一邊開始哭了 這不好耶 我看過一本書 她說小孩如果被關廁所 還關掉燈的話 她一輩子都會有那種密閉孔 對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把她關在廁所 我就喜歡為什麼十分鐘 她都沒感覺 她在裡面玩霜霜、化妝 明明也忙的咧 對 她就很平 平到這種程度 OK 你剛剛有聽到 女老婆在這邊大叫 寶寶 你剛才一陣冷汗 一陣子 有聞到溫柔嗎 平常 基本上我們家 以前牠養狗的時候 我們家狗叫Diamond 牠如果隨地大小便 牠就會教訓牠 常常我們在看電視 忽然會有一聲震天的雷喉 Diamond 牠每次狗沒嚇到是我嚇到 後來換女兒 開始跑來跑去的時候 我也在看電視 讓我們回家難得清閒看看新聞這樣 後來牠會這樣 Dora 也都是女兒沒嚇到 然後我嚇到 後來我都問牠說 你到底是想罵牠們 叫牠們還是想罵我 就直說好了 其實你心裡很清楚 他的目的是你 真的 OK 好 來 先請上座 謝謝 謝謝 好 不過其實剛才王世君 雖然講到那種被蕾蕾 妳說嚇成那個樣子 可是一開始 一會指控的那個 你跟你女兒玩的那個遊戲 聽起來你有點變態 什麼叫互搖親密的感覺 不是 我想有小孩的人 都一定知道 小孩的皮膚是又滑又嫩 然後女兒跟你撒嬌的時候 你就恨不得咬一口 這樣你有時候你就是忍不住 然後咬咬臉 咬咬手 人家只是恨不得 你有真咬下去嗎 你是真的恨啊 牠是真咬啊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 因為到後來 因為到 你那也是王世君咬人嗎 牠幹嘛咬你啊 因為牠很喜歡咬人 愛得深就咬得重 牠就用力量咬人 還好王世君 可怕 好可怕 沒有 屬狗 沒有 因為後來我女兒都會期待 這樣要跟我玩 就是爸爸身又拉回來這樣 然後玩 而且我跟你講 小寶寶身上的味道很香 很香耶 很香 對 然後就很香 抱起來你就是... 不是磨刺 牠親我 那你就會咬牠 我覺得牠其實是 我跟你講 尤其是女兒 而且你這樣搖搖臉 或搖搖手 可是他到學校去老師 我記得前幾天老師跟我說 不是女兒在學校被罰在 對 她說 Dora媽媽 她手上有黑色毛 然後我說 我知道啊 她說我們也知道 我說為什麼 她說Dora跟老師說 爸爸咬得 你咬到偶尖啊 對 不是 因為他很嫩 有時候你來不及收力 你知道嗎 一咬就... 什麼來不及收力 你看我都傷成這樣 因為在美國的話 那個社會機構 就到你們家來了 對 頒獎狀 可是 對不對 現在爸爸有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 這麼有空的 而且後來我女兒 我後來害怕是因為 女兒到學校去 也咬了很不及 其實咬別人 他就沒法戰 沒有 我女兒學習能力很強 後來我就比較擔心這樣 然後我還會叫女兒 告訴學校老師 或者是 你要說 因為媽媽咬你 所以你才... 就變我 除了剛才講說 王志堅喜歡咬女兒以外 如果是Dora 你們的女兒 假設有一陣子 假設不舒服 生病 然後剛好的時候 你們兩個的意見 也會不一樣 要不要去上課 兩個人就會吵翻臉 會 我們為Dora上課 從她還三個月大的時候 就一直 有時候會有爭執到現在 因為女兒 三個月大的時候 她就送她去讀什麼 幼腦開發 什麼統合 什麼東西 感覺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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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歲半的時候 就之類啦 反正她的課程就不斷 你知道 又有音樂課 又... 就三個月 後來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可憐 你知道嗎 就是一般想要小學 書包背得很重 電視在報那種 就很辛苦這樣 可是女兒三個月就開始 可是我起初對這個 就跟她有意見 然後她就說 然後她就跟我講 你不要管 女兒的上學事 我來安排 那你也知道 我們家一定是 對不對 她說了算 我就讓她繼續上 可是後來有幾次我會發現 女兒對於看電視聽音樂 會有律動 那個時候還是剛會坐搖 女兒就會前後搖 就是有反應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課程還不錯 有用啊 但是後來我又發現 我以為那是個人平衡感 有問題 對 沒有 可是後來我又發現 我說你把小狗送去訓練 叫牠做給牠一個糖吃 牠也會動啊 牠也會做 然後握手有沒有 他說你看 他女兒那個很小的時候 跟我們給我打電話有沒有 或者是 你說拿水或者什麼之類 牠就會對不對 那你送一隻狗去訓練 牠也是這樣 所以你真的這樣講 不是,我就跟牠講 因為你的邏輯很奇怪 沒有,我跟牠講就說 我希望讓牠很自由地成長 我也是啊 對,但是牠幫牠安排的 學習很多 牠也給女兒很多自由 對啊 對,牠是按照牠的邏輯 去判斷 女兒這樣是自由的 你知道嗎 其實牠如果不願意去上課的話 我不會冥想牠上課 牠三個月有跟你說過 牠不願意去上那個感覺 怎麼說 牠沒有講話 牠沒有講話 可是牠大的時候 牠有去上一些那種 跟小朋友互動的一些遊戲的 就像健保園嘛 對,就是牠們去玩的遊戲間 我覺得很好 跟別人合作相處 對,小朋友互動 那我的想法跟牠想法就有些 可是我女兒在學校 這個又怎樣 不過牠對女兒學習這件事 一直很用心 就是所以你們現在 小朋友要上什麼學校 還什麼 牠帶著女兒 一天到晚去 interview 還有六支 要interview才能夠進去 是喔 我要幹嘛 不是錢啊 而且還很貴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就很不高興 然後女兒幾次到學校 都會罰站回來 我覺得其實幼稚園有時候罰站 我覺得也是好事 因為小孩子會有一些危險重作 對,需要管教 可是牠罰站的理由總是 當然咬人這個是我害的 是你的 當然牠會... 我以為會打人 打別的小朋友 牠會拍啦 因為牠不知道心中 我以為牠是不是有時候也會 牠會打你 牠們不會啊 我不會打你 我哪有打你啊 我哪有打你啊 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 我哪有打你啊 沒有 這時候打死不認 這樣子 我只能踢你吧 我覺得這種小孩入學